万通互惠理财 大一礼拜五上班 到礼拜五 然后礼拜六就在中文学校 就已经教成习惯了 我在中文学校这十几年之间 我就是很深深地体会到 这些非牟利机构 他们经营的困难 那如果说有一些公司 可以支持他们 他们会比较容易 然后他们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我知道我可以帮我的公司 申请这笔经费的时候 我就跟中文学校的人讲 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 就去申请 然后在这么多三选者 最中我们脱颖而出 然后我们真的很高兴 我们拿到这笔经费 然后我真的好感谢我的公司 他这么支持我们 支持这中文教育 然后肯定我们中文学校 对这社区的贡献 Fremont中文学校 对湾区的华裔和非华裔人士开放 该校为幼稚园 到十二年级的学生 以及成人 提供43堂语言课程 其中许多高中程度的语言课程 受到当地学校的认可 这次得到 外通部会理财全国社区服务奖 学校承诺会好好利用 奖助金 为社区提供优质的中文教育 就是这个经费的这个名字 叫做社区服务奖 那我们当然要强调 就是说我们这个 要运用这笔经费 到社区服务方面 那社区服务方面 从中文学校的角度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把中文的教育 更推广到社区 尤其给那些非华人 或者没有中文背景的家庭 包括小孩或大人来学 虽然说我们的学费 也不多在300块钱一年 但是呢 对一个有个两三个小孩的 假如经济又不好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一笔钱的一部分 可以就应用到这边 很多年我们学校一直在推行一个 就叫做Chinese Second Language CSL的program 那这个program就完全要给 没有华语 那个背景的家庭来学习 甚至我们要准备开一个成人班 因为很多成人 他们希望学完一些语言 能够到中国到香港 到台湾去做一些 他们的business 所以这就是我们 怎么考虑这样子去运用